谢谢媒体还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 这一年多来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的韩国的判决出来了 也是维持八年的判决 八年的判决是在韩国里面是最高的 也是我们也虽然不满意 可是也只好接受 前一阵子高等法院因为是前面的判决有违宪的理由 而把它打下来的到了地方法院 今天地方法院在判八年 我们也是觉得非常感激法官能够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 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公正的判决 虽然八年在他们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判决 但是我女儿不会再回来了 希望我女儿的死不是白白牺牲 她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提醒更多的人 请台湾的朋友也不要酒驾 你不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更是有很大的机会是伤害别人 像我们现在已经 没有希望了 没有期待 所有一切都是毁了 我们悲伤的每天会想念孩子 所以趁此机会 希望借着以林的悲伤的事故 提醒台湾所有的朋友 谢谢你们 请大家不要再酒驾了 不要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谢谢 谢谢